這個答案我們來看範例3 範例3他說呢 甲乙兩三同解一個一圓二次方乘四 那麼甲看錯一次項的係數 那解得兩根是二根七 那以看錯常數項 那他解得的兩根呢 是一根負十 那除此之外呢 他們沒有其他的錯誤 也就是說他運算上都沒有錯誤 那叫我們求這正確的兩根是什麼 那這個題目呢在做的時候 你可以根據他叙述的這個條件 去反推他原來的方程式 然後呢再下去把正確的兩根求出來 那首先我們來看這個甲 甲呢他解得的兩根是二根七 換句話說呢 他解得的這個兩個根一個是二 或者是呢 x等於七 那所以他的圓方程式喔 我們就可以推得呢 他是x-2 乘以x-7 這是他的圓方程式喔 那可能前面還有一個係數喔 那這前面這個係數我們就不要去管他了喔 那如果一個方程式你把它因式分解成這樣子的話 那他的兩個根呢就是x等於2跟x等於7喔 那所以我們反推他的圓方程式喔 我們就把它乘開喔 這個x乘x呢就變x平方了喔 那這個x乘上負7喔 這就是負7x喔 那負2呢乘上x呢就負2x喔 再過來呢負2跟這個14和跟這個負7乘起來就變成正14喔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圓方程式像這樣子喔 那再把它呢整理一下喔 我們就得到呢 這是x平方減掉9x喔 加上14喔 那這個等於0 那這個就是假喔 假解出來的喔 這個就是假解出來的這個 這個 假根據這個式子喔 下去解方程式喔 那因為他是看錯一次項的係數喔 他看錯一次項的係數喔 所以這個-9是不對的喔 那表示說呢 這個14喔 是正確的喔 這圓方程式喔 14是正確的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乙的部分喔 這個乙呢 他是看錯常數項喔 然後他解得的兩根是1跟-10喔 那所以他解得的兩根呢 x等於1喔 或者是呢 x等於-10喔 那表示說呢 他原來的方程式呢 可以分解成 x-1喔 乘以x-10喔 也就是x加10喔 那這個等於0 那這個式子 我們把它拆開以後啊 這個x乘x喔 就是x平方 那x乘上10呢 就是10x喔 那這個-1乘上x呢 就-x喔 那-1乘上10呢 -10喔 所以他的原方程式這個式子喔 那這個我們把這個同類項合併以後喔 我們就得到呢 這是x平方加上9x喔 然後減掉10喔 這等於0 所以這個乙喔 他是根據呢 他是根據這個式子喔 下去解出來的喔 但是呢 他看錯的是這個10喔 常數項他看錯了喔 所以方程式的常數項不是這一個 那 這個一次項沒有看錯喔 所以這個一次項的係數呢 就是9喔 就是9 那所以我們綜合這個假跟乙的喔 我們就知道說呢 原來這個題目喔 他的方程式呢 就是x平方喔 這個加上這個 乙的這個9x喔 這是正確的喔 然後再加上這個假的14x喔 再加上假的這個14x喔 他等於0喔 這是他的原方程式喔 這是他的原方程式 那所以呢 這個原方程式喔 得到正確的原方程式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下去解他正確的這個根喔 那我們觀察一下喔 他這個14呢 就是2乘7喔 那2加7剛好是9喔 所以我們把它因式分解一下呢 就14就拆成2跟7的喔 14就拆成2跟7 那這樣子呢 交叉相乘一下呢 我們就得到呢 7x喔 再加2x喔 那就是中間的9x喔 就是中間9x 所以這個題目喔 我們就可以把它因式分解成x加2x加7喔 好 所以這邊呢 我們可以把它因式分解成x加2x加上7喔 好 x加7喔 那這個等於0喔 那所以呢 這一題 這個方程式喔 他最後正確的解是什麼呢 就是x呢 等於-2喔 好 或者是呢 這個x等於-7喔 好 換句話說他的兩個根喔 一個就是 2 3 4